奶茶妹妹和异性好友亲密私会 辽南人传绯闻被遗婚变 难道夫妻二人真的玩个的了 近期有网友爆出他在港台的一家餐厅里面 见到了奶茶妹妹张泽天 从照片中也能够看得出来 张泽天和两位异性友人在一起聚会 不仅低头思语 而且还频频大笑出声 看得出来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 在毕业以后张泽天就选择嫁给了京东的老总刘强东 两个人在外面看起来非常的恩爱 张泽天甚至还用自己网红的名声 帮京东审了不少的广告费 可谁也没有想到家有如此娇妻 刘强东还是用一则强奸的绯闻 狠狠地扇在了张泽天的脸上 在这之后奶茶妹妹被人们调侃为抹茶妹妹 虽然张泽天用自己的温柔和大方原谅了丈夫 并且频频晒出自己现在的美好生活 可还是被不少人质疑 他和刘强东之间的关系早已濒临破灭 因为在强奸事件结束以后 张泽天只是和刘强东共同参加一些活动 甚至被人拍下私下交往的镜头 可是却再也没有在社交媒体平台里面 晒出自己和刘强东的互动 此前刘强东为了能够利用张泽天的名声 两个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一直是一副恩爱的样子 张泽天的望夫眼更是非常的出名 可现在的张泽天显然已经彻底放下了所有的一切 不但在商业上面持续发力和丈夫成立了私募公司 而且还自己做起了老板 甚至抛下了自己的家庭前去英国读博士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张泽天已经不在世 过去那个只知道依附于刘强东的小女人 反而是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 很多网友都认为刘强东合章则天 两个人应该是为了股价才没有选择离婚 毕竟丁东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事业 二人之间还有一个女儿 张泽天应该也不希望自己丈夫的事业出现危机 所以才愿意和他一直维持这个表面的恩爱 但实际上两个人早已经个玩个的 刘强东应该也不想再管奶茶妹妹 也有网友认为刘强东之前的飞闻 闹得实在是有些太大了 张泽天应该是丢不起那个人 所以才不在社交媒体平台晒出一家人的画面了 毕竟以刘强东的身价来说 奶茶妹妹怎么样也不敢背叛她 大家认为刘强东和奶茶妹妹 是不是已经个玩乐的了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